各地北高尤科生, 学生在地農業感受農民的辛康 今年四月, 南来向農会基本为期两天的農業顺利哈林亚 由農会苏建国省官丹致德南开设馆 专业小朋友大家来参观博会训练和中美的美加感染 跟農会各大会的行政文重 和参加小朋友都在地道吃饱鬼的经验 因为苏来向農会主办的哈林亚华董 祖南人员带小朋友前往高雄 参观苏来向出名的荣作物 这个就是凤梨的果实对不对 对 那我们凤梨 我们凤梨一株只会长一颗凤梨 那我们凤梨它是金钻石 台脑17号金钻石凤梨 所以它是属于圆筒状的 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带小朋友来认识我们林内乡的作物 我们林内乡因为很多小朋友虽然他们是住乡下 可是因为他们每天就是补习安亲班 所以他们基本上也不知道说农作物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是特地来看他们看木瓜 然后芋头香蕉 除了参观高雄以外 马前翁一会中美咖 了解木瓜分级争相 选担出会中过程 小朋友表示 原来柴子中的香蕉是几间几间 外观到市场买 看起来有点不像 香蕉怎么样 不是像我们看到采下来之后这样子 会变成下面的 而是变成从下面生长 从枝干 然后长出花朵 花朵凋谢后 就会结出果实 这家的夏令人来香荣会荣心安排 带小朋友人籍在地荣苗 了解荣苗生产的供肖过程 近一步企划对荣苗的人同 这人农民辛苦不辛苦 我辛苦 很大 辛苦 辛苦 那以后要不要种田 不要 不要哦 我要像外国家 阿公阿嬷一样 随之盘松孙 历历最辛苦 可以让他们体验到 做一个荣夫 可以在管理的荣心 和辛苦栽培的经营过程 可以了解到 每一样食物的来得 都是相当不容易 能够珍惜食物 两天的外国内容非常丰富和处备 融合荣心的几个 希望教育的一台建立经营 農業的基础观念 记者 欢迎昆昆 插航报导